大家午安 請問現場 持續帶您關心俄烏戰火 現在已經持續到第11天了 俄羅斯原本昨天 是宣布要停火建立人道走廊 但卻又在深夜11點的時候 恢復進攻 兩國現在各打資訊戰 PO出了轟炸的畫面 其中俄羅斯一天內 就傳出有8架的軍機 遭到烏軍給擊落 俄羅斯軍方現在更是大動作 公布一架俄軍米-24戰機 被烏軍飛彈轟炸的畫面 直言俄羅斯佔領者 就是這樣死的 俄羅斯軍機低空飛越 突然一面衝出一枚飛彈 直接命中目標 軍機瞬間被炸成一顆巨大火球 高速墜地冒出濃濃黑煙 烏克蘭軍方大動作公布 擊落俄羅斯軍機畫面 直呼俄羅斯佔領者 就是這樣死的 這架戰機疑似 就是被稱為飛行坦克的 俄羅斯米-24戰機 影片公布同一天 至少8架俄羅斯軍機 慘遭烏軍擊落 烏克蘭北方的切尼戈夫 也有一架俄羅斯飛機 被擊落 從高空中直直坠落地面 烏克蘭民眾見撞 興奮高喊歡呼 兩名飛行員跳傘逃脫 其中一人死亡 另一人被烏克蘭民眾活捉 滿身是血 俄羅斯國防部 也不甘示弱 PO出影片 俄軍的軍用直升機 成功用反戰車飛彈 摧毀烏軍裝甲車 俄羅斯總統普丁一 原先承諾 台灣時間5號下午3點 開始停火 開設人道走廊 讓烏克蘭平民疏散 轉個身卻食言 5號深夜11點 就恢復進攻 俄羅斯國防部指控 烏克蘭放任民族主義者 阻擋平民撤離 才會恢復進攻行動 目前俄羅斯持續朝著 烏克蘭首都基辅猛攻 周遭的波羅江卡 伊爾平 日托米爾也都是目標 再加上北部的重要大城 切尔尼戈夫 還有原先普丁承諾 開設人道走廊的馬力波 和烏克蘭南部的第三大城 奧德萨 通通持續遭到俄軍攻擊 烏克蘭總統 斯文斯基再度出面 呼籲烏克蘭人 必須斬鬥 而烏克蘭開戰之後 許多國家祭出制裁 俄羅斯則點名 英國政府對俄羅斯 歇斯底里制裁 現在俄羅斯也要反擊 至於第三輪談判 預定7號登場 戰局會如何變化 恐怕依舊難以預測 記者綜合報導 而現在聯合國難民 屬於預估 烏克蘭的難民 人數會在6號的時候 達到150萬人 大部分的難民 他們都會先逃往最近的波蘭 再接下來再做進一步的打算 而其中就一位老婦人 她帶著3歲的小孫子 花了3天才抵達了邊境 也引發日本媒體的關注 無情的戰火持續猛攻 讓越來越多 烏克蘭人真的選擇 離開家園 而與家人分隔兩地的孩子 也越來越多 在眾多難民家庭中 日本記者關注到一位 祖孫抵達邊境的過程 令人鼻酸 人們去旅行 我們去旅行 我們去旅行 很多人都在旅行 他們都在家裡睡了 我們在家裡睡了 消瘦緊緊 抓著奶奶的大衣 3歲的小魏跟著奶奶 花了整整3天 你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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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奶奶帶著大衛 去德國的親戚家 以免受到波及 在臨時避難所 稍作休息時 大衛終於可以透過視訊 看到想念的父母 一解相思之仇 而隨著戰火不斷 首都基辅附近 也出現許多 想要撤離的民眾 你能看到 那些人離開 這部電腦 這不可惡 擔心 恐懼 和軍人 幫助他們逃 這個橋 俄武在進行 第二次談判時 同意開闢 人道走廊 讓平民撤離 但路途十分艱辛 就算俄軍停火 老弱富儒 要順利逃出基辅 可說是困難重重 記者廖萬宇報導 美國導演 接人群運動家 CNPAN 日前也到了 首都基辅這裡拍攝 俄烏大戰的全紀錄 他也跟當地的 烏克蘭人一樣 徒步逃離 就走到波蘭的邊境 而他五號 是面露眷容 接受CNPAN的專訪 大戰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團結當地的民眾 對抗俄羅斯 我沒有認識 如果他認識他 他生成為了這 但它是明顯 我正在身上 的事件 又重新的 我認為有很多 烏克蘭人 那是新的 那是新的世界上的新的世界 以充滞力和平衡 和爱出的男人 和这种方法他在这国家里 我认为 Mr.Putin 加上了一步的路上去 但这就是一个超级的时刻 我永远被他感激和感激 CNP表示說 他跟澤倫斯基見面對談之後 對澤倫斯基感到相當的 非常的欽佩跟動容 而他同時也認為 就是普丁促成了 烏克蘭人的團結 同時間澤倫斯基 他現在也號召全球的志願者 到烏克蘭來抵抗俄羅斯 並宣稱說 已經有1.6萬人抵達烏克蘭了 但是美國國防部 已經重申說 美國人不應該要前往烏克蘭 而CNP的記者 也在波蘭的邊境 目睹到有一群美國人 他們就要投入烏克蘭的戰爭 但是這一群人 好像有點太天真了 因為他們身上完全都沒有裝備 或是進一步的計劃 只憑藉著滿腔熱血 就要進入戰區 你看到這一群來自美國的六位民眾 他們身上沒有帶任何的軍事裝備 甚至還有人在零下的嚴寒的氣候之下 連郁寒的外套都沒有穿 而且也因為沒有人接應 他們最後還是自己搭乘計程車 前往波蘭的邊境 而CNP同時也目擊到 有一批法國裔的加拿大人 其中還是有一名退役的狙擊手 他們表示是因為烏克蘭的朋友球員 所以他們決定要挺身而出 到烏克蘭投入戰爭 而現在也因應了俄烏的戰事 大陸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5號的時候就跟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來通電話 雙方除了對烏克蘭的問題 交換了意見之外 王毅也要求美方停止縱容 支持台獨的行徑 美方近期一些言行 與上述目標背道而馳 中方表示嚴重關切 美方應停止支持台獨行徑 而在俄烏的局勢當中 王毅維持陸方應貫的態度 表示一切尊重跟保障各國的主權 呼籲各國以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爭端 而再來看到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今天就警告了 如果說要在烏克蘭 這裡來設立進航區的話 等於就是對二開戰 而俄羅斯航空也在3月8號 即將要停飛各國的國際線 而另外俄羅斯的宣傳也出奇招 居然派出了12歲的青春少女 來大談烏克蘭的局勢 近來烏克蘭大聲疾呼 要求美國和北約在烏克蘭重要地區 設置近航區 阻止俄軍攻勢遭到拒絕 俄國總統普丁公開警告 在烏克蘭設立近航區 是同對俄開戰 普丁在38婦女節前 會見俄羅斯航空的女空輔員 一群人合照靠緊緊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還一起用餐 討論俄無局勢 俄羅斯航空公司表示 3月8號起將關閉所有國際航班 只保留網返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的航班 國內限責照常營運 而俄國的宣傳戰也祭出奇招 軍方教育電視台中出現了一位12歲的少女 綁著兩根辮子 身穿淺藍色上衣 看起來青春可愛 大談烏克蘭情勢 強調烏克蘭戰爭時要傳達世界和平 明顯被搞演出 而以前傳出了一名住在烏克蘭的女兒 打電話給俄羅斯的母親 說烏克蘭正在被砲轟 母親卻怎麼都不信 還強調俄軍事來解放人民 只會針對軍事基地 讓女兒大叹 俄國人被強烈洗腦 記者綜合報導 俄烏大戰 美國也對俄羅斯實施了多項的經濟制裁 不過這其中並沒有包括了 對俄羅斯的石油 天然氣等能源項目 但儘管如此 美國的汽油價格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已經不斷的升高了 加州這裡甚至出現了 每加輪超過6美元的天價 這讓Uber司機還有卡車 貨運司機都是叫苦連天 美國加州呢 目前每加輪的汽油價格 已經來到平均超過5美元的價格 這是全美最貴均價 包括了Uber平台 還有運輸業的從業人員 都對油價的飆漲 只能不斷的搖頭 而美國國內油價上漲之後 勢必也將衝擊 早就破紀錄的通膨危機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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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